曾智翔一月的时候 突然宣布和神奕如闪婚 震惊整个台湾娱乐圈 这日智翔分讯公布后 首度公开露面 和女星陈婷妮出席活动 在场传媒最关心的 当然是智翔荣星人妻的心情 他就说公开恋情之后 最大的分别就是终于 可以光明正大地拍拖了 一开始就有很多人提醒我说 你一公布结婚 大家就会一直催你生小孩 生了第一个就会催你生第二个 最近真的有一点感觉到 就是大家都好希望我 就是怀孕生子 最大的差别就是 走在路上牵手 拥抱不用害怕什么 然后还有就是 家人也都可以大方的 聊起我们两个的事 毕竟我们两个都当艺人很多年 家人也习惯很低调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可以很放松的 像家人一样的聊这些话题 我觉得很幸福 早前吴尊和陈奕鱼一起上节目 被问到奕鱼何时做爸爸 他就说了一句话 未够三个月不说得 令大家猜测他们两位是奉旨成分 黑到陈奕鱼急急在社交平台澄清 知乔就说老公这个笑话说得太夸张了 我跟他说 那个玩笑具体你觉得好笑吗 然后他就说 他讨论 他就说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在跟兄弟讲话太习惯了 就是男孩嘛 对 男孩讲话就是总之会有这种斗嘴什么的 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 抱歉下次会注意你 不只是长辈了 连那个平辈的就是好姐妹啊什么的 有的看到新闻当真了都落泪了 我想说我当艺人十几年了 你们别这么容易就是刷几个新闻就相信 你不会来问我吗 身边很多朋友都替他们结婚开心 始终知乔和陈奕鱼都是偶像团体出身 拍拖十年以来一直都非常低调 知乔这种暗子公司 一直都有向他们落禁戀令 我觉得我自己算是上一个失败的意义 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恋情 就是一定是公司都希望不要去说 所以我们也很习惯 反正就是等于我从小到大 没有体会过自然正常的有一段感情关系是怎么样 所以对我来讲很 不能讲失而不得 但就是很珍贵 这种很平凡的可以跟老公走在路上的感觉 知乔说自己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有好消息一定会和大家公布 还说因为疫情关系 今年未必会大搞婚宴 叫大家静观其变 静候佳音 自己公布 就是这么 wspól的 这个作词 就是非常幸福的